一年一度的書展又來了 雖然今天已經是第三天 不過也無了市民的熱情 買書的市民樂意不絕 買甚麼書 公仔圖書那些書 中文那些書 還有下面有英文那些 已經買了一整疊了,是嗎? 是的 小說,有中文和英文 外面比平價多少 也要幾十元 還有練習那些都省很多 預算大約多少錢來買書 一千 夠不夠買嗎? 不夠 不夠嗎?明天要不再回來嗎? 也很想 今年第一年,第一次來 也不錯,看到這麼多書買 比平時外面的書店買便宜 走過看到喜歡的就買 今年書展以影視文學為主題 將重點推介影視相關文學作品及書籍 特設世界文化藝術廊 場地還設置了不少裝置 市民可以看到經典電影的片段 又可以現場閱讀原著小說 而且還可以親眼觀賞 電影中的服裝等等 這次書展最受大家歡迎的 一定是這個九龍城寨的電影模型 各種細節栩栩如生 還原回舊時生活場景 吸引大批市民過來打卡 真實和仔細 還有一些桌子等等 我覺得做得很仔細 都像無像樣 因為我以前也住在裡面 荷蘆村島、牙前迷道那邊 很多很多人在這裡 裡面一樣是這麼骯髒納納的 我去到處走 之前有在電視上說過 有些事情 我特地來看 你進去 我不敢進去 我在香港出世 我也不敢進去 因為怕進去不出來 我不是在這裡住 因為我們伯厭要進去供養而已 有很多電線 有很多電線 電線很亂的 電線滴水又怎樣 哪有這麼整齊 不要這麼整齊 這是神秘的 進去打個圈也快要走 也不敢停留太久 有些美麗的回憶